每一季我們看到當季的食材有趣或者是很新 人們都會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去烹調它 最後找出一個我們覺得可以呈現它最美味的一個方式來呈現給大家 我覺得烹飪工具當然是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在專業的廚房裡面 它可以是你最好的朋友 也可以讓你的工作變得更有效率 很開心這次為L設計這個菜單 那當然是希望為L的讀者們 特別是都會的女性 呈現一個又健康又輕負擔的一個菜單 也可以很輕鬆在家裡利用這個菲利普的海鮮氣燥鍋 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可以做到輕鬆美味的料理 肉類的料理好吃的秘訣是對於溫度的掌握 利用這個菲利普的海鮮氣燥鍋 今天創作的這道雞胸的料理可以用廣色的溫度 從低溫開始烹調 最後分兩段式的再用高溫製造這個梅納的反應 保留所有的肉汁讓雞胸非常美味鮮嫩 另外的肉類料理 那如果是牛肉的漢堡排 可以利用這個高溫的模式可以去創造焦香的梅納反應 就像你在一般的鍵盤裡面做到非常的香脆美味的這個漢堡排 非常的輕鬆簡單 像這一台菲利普的海鮮氣燥鍋 它可以預設非常精準的溫度 作為這個烘焙的工具 所以我這一次創造了這個巧克力的熔岩蛋糕 可以透過騰溫的功能 在十分鐘裡面就可以創造出這個非常美味的蛋糕 其實我覺得好吃跟健康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工具 這一台菲利普的海鮮氣燥鍋 可以當你最好的朋友 他能夠精準的控制這個溫度 佔很少的位置 非常的時尚又方便 少煙 少油 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一台機器 它可以做到所有的料理 這個就是我覺得現代人最需要的特點